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洋都道场讲话 曹老师你对此有何感想 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迪斯尼 对 你研究艺术的 对 因为在美国一般的来说 知识分子 知识阶层是反迪斯尼的 认为它是虚假的 它是虚构的 迪斯尼文化是一种反文化的商业文化 反真正文化的商业文化 但是直到我孩子11岁的时候 跟别人讨论一件事情 我听到了在客厅 我在书房听到了 别人问他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我在12岁以前能去迪斯尼 去 为什么12岁呢 过了12岁我可能就不好 觉得不好玩了 我长大了 于是带他们去了一次 我不能说我是迪斯尼的拥护者 但是我改变看法了 为什么改变了 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想象的王国 你在年轻的时候 儿童的时候 你想象你按一下这个椅子 这椅子可能就变成了飞船 肯定每个孩子都有这种想象 而迪斯尼是在某种程度上 去实现了你的想象 你会觉得有些失望 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 你的期待最后发现 他不是那么让你失望 哦 这话题有得聊了 我觉得曹老师是在知识分子 和艺术家之间摇摆 就是当他不跟那个 不看那个的时候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是冷俊的在批判这个文化现象 当还原着母亲的角色 带着孩子去玩的时候 就插下就成了一个浪漫的艺术家 这个观点还真变了 所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 是吧 你比如说这个中国首富王老板 对 王健林听上了吗 王健林叫板迪斯尼 其实啊 我跟这个王老板 我们在台上有过一面之缘 我感觉他是个挺和气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啊 在中国可能任何表态 也都是一种 商业 就是说 他就是说啊 这个王老板的战略 就是说这个迪斯尼 他认为这个豪虎斗不过群狼 对对对 他不能示弱 因为他花了比迪斯尼更多的钱 在做主题公园 他们是直接竞争对手 不是 你不能说 就是他还说呢 他说迪斯尼啊 55亿美元 上海这个迪斯尼 他说我觉得的 我们都对他 为什么如此昂贵 我们闹不清 我估计只要有万达在 是吧 15到20年 他不能盈利 那意思 哎 到底是豪 但他靠的就是说 他不单个 当然不能比 但是他说 他在五年之内啊 还是几年之内 要见十几个 对对对 这就是他说的 豪虎斗不过群狼 他擅长搞这个 就是他以前也搞 跟人打赌嘛 一赌一个亿的啊 就是我如果达不到 某个营业数字 我输你一个亿啊 就是而且这个财经圈 和媒体和普通老百姓 特别认这个 这个包括董明珠 跟谁跟这个雷军打赌 一个亿十个亿的 大家喜欢看富豪斗嘴 嗯 那王健林自己手里边 有这么大的项目 他其实为了 撞士气也好 他为了炒作 自己的项目也好 他都要说出一些狠话来 他说我就赌你 五年之内不盈利 他他不能实事 就是说 他还是很能赚钱的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手 我自己在做着买卖 我对我的隔壁的邻居 我肯定也热潮冷风 就是赌人家弄不成事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老板嘛 但是你看咱们关心的问题 因为挣的钱也不归咱们 咱们是花钱的 我就发现呢 今天的中国好像就是 这些大老板们 你看讲的都是利 是吧 对 就是多少创造利润 投入于产出 哎 我就不尽得有时候想起孔子 当然是 不是不是不是孔子 想孟子到时候到那个齐国去吗 哎 那个这齐王就跟他说 哎 老师你来了 你有什么好主意 能够对我们齐国有利 我就一直记得孟子一句话 是大王何必约利呀 真够能装的 但是我对迪士尼游确实是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他盈利不盈利 跟我是没有他的关系 可是呢 我觉得国内目前的这种主题旅游公园 你还没法跟人家比 说到这个 我倒觉得咱们王首富 我也看了他南昌那个主题公园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有照片 首先是曹老师找来一照片 就是说曹老师 这个是我找来的 这个是你找的吧 对 我就找的这个 是我找的 说南昌卖碗的 说南昌淘词 词度 中国特色吗 中国主题 他这个概念 如果是王老板想出来的青花词 我觉得这个想象力很强 但是后续没打造出青花词 应该有的主题公园的 首先你要有主题 然后主题是什么意思呢 其他的东西都得跟得上 迪斯尼他叫迪斯尼乐园 他其他的 再看看迪斯尼 对 什么七个小公主啊 白雪公主啊 Mary Poppins 他所有的东西他都跟得上 你这个没跟上 你这主题就没掐好 就像写文章 你没扣题 对 所以这个想象力你就跟不上 所以王老板应该 他的团队 要放开想象力 这是第一 而且要打造系列 这个大碗扣在那 就一下子想象力就完了 特别像枣盆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说这东西 我看了看这个迪斯尼的 那个施工的这个介绍 说55个亿美元呢 你这东西 他60年 建了5个迪斯尼 的确不像咱们新中国的这速度 能给你同时全狼十几个 我听说啊 有可能就我不知道具体的 就是说 为什么55亿美元啊 那个迪斯尼里边有个湖 他们要求 这个湖水是能喝的 因为可能小孩 没准看你这湖 趴下去喝一口 他要求能达到饮用的标准 所以你说这玩意儿 说是迪斯尼就是光做这个模型 比如几十米高的城堡啊 他要先做出十分之一大的模型 光他们做的 花几个亿做的这个模型啊 都够建议主题公园玩的 我觉得这个建议 他是作品 他是一种想象力之后的一个作品 你他不是为了挣钱 他不是一个项目 他不是群狼 我就要做这么一个东西 那你看你到动物园 一大堆狼 只有一只虎 虎前面排很多的队 我排 我还是要看这只虎 对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钱谁出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让他把这个50亿美元 全是迪斯尼出的 他就赔死了 他就不干 我不知道上海迪斯尼是 比如说上海出多少 他们出多少 但是看香港迪斯尼的资料 香港政府出90% 是吗 对 就是你看那个新闻里边说 为什么香港迪斯尼一直在亏钱的原因 就是香港政府出了很多钱 包括银行贷款 但是呢 迪斯尼是只分门票的一半给香港 另外的 就是包括餐饮 住宿 那其实是大头的盈利 全是迪斯尼的 而且里边所有用的这个小动物 小玩偶形象 品牌特许 许可证的 每年要收费 要收10亿以上的费用 就迪斯尼一直在赚钱 香港那边一直在赔钱 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50个工具箱的那个巨额花费 我觉得这个他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会把它给转嫁到别人身上 而他用他的知识产权的这种和版权的力量来直接就赚钱了 呃 他好像这次上海的迪斯尼啊 就比如说一个好像是这个属于管理这一块 一个是属于投资建设这一块 投资建设这一块 他站到迪斯尼站到将近一半 但是管理的那一块呢 他站到多一半 就是说人们就说这个结构 就是保证就是上海的迪斯尼啊 一定他拥有这个主动权 就是他他有画视权 就是但是我是说啊 呃 曹老师你你说 为什么这个迪斯尼 嗯 他就能够全世界呢 因为他就能够普世 你要知道迪斯尼是谁 Wald Disney 他是最早在20岁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迪斯尼的 就做了一个studio 就是拍电影的 然后他从那时候开始就进入了 就到好了 就是在在就在洛杉矶就20是20年代 就开始是电影啊演绎啊 最后动画呀 所有新的他都他都做 他实际是一个电影 想就是儿童类题材的 纯娱乐题材的商品电影的大 你说对了 而且我们这一代一代人 从上个世纪20年代 到50年代迪斯尼乐园建立 到整整他的电影从来没有断过 一直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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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迪斯尼的电影养大的 你心里就有一个迪斯尼这么一个概念 你一定要去看 哎呦 我听了您说的 我觉得我还是想对了 就是我看了半天啊 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触 电影是美国的 是 对 美国是电影大国 这个是我们理解目前国内搞的这些个主题公园啊 和迪斯尼啊 之间我我理解啊 一个重要的不同 他呀 是是从那个电影那来的 对 他是用作电影暴剧的这种这种感觉 对 去做这个迪斯尼的故事 所以他们讲 你在国内 你讲这个玩乐 有感官刺激 但是没有情感交融 说迪斯尼的特长在于什么 他会讲故事 对 狮子王啊 而且穿上迪斯尼那个电影里的衣服 没错 所以你就说到底是好虎斗不过群狼呢 还是人家不是猛龙不过江呢 对 这玩意儿还得看长远 对 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潘老师说说 我是刚才就是通过你说的哈就是从电影往主题公园这边来实际上就让我联想到了王老板做这个他的主题公园的一个大短缺短板 这也是为什么他去买好莱坏的电影公司的原因有可能 比如说内容为王 就是不管你这个羽儿造的有多炫 你里边有小孩的梦想 有人物 有故事才行 那这个内容老板是没有的 那迪斯尼是有的 所以他可能他要不惜代价去买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去造梦 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你如果出产了好的内容或者好的电影 填充了他的主题公园 他才有可能跟迪斯尼叫板 所以这回是刚跟迪斯尼叫完板 马上就发现他那个万达城说有这个说盗用迪斯尼品牌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反正至少是发生这个争议吧 因为只要你有针对小孩的活动 你无意中很有可能就侵权了 就是迪斯尼他就是这么无处不在 但是我倒想给王首富提一个建议 批评性的建议 为什么不关注咱们自己的呢 1965年大闹天宫 那动画出来的时候 全世界它是跟世界平 平期间的 它的技术 它的动画艺术是期间的 你打造一个别叫清华词 叫大闹天宫 中国人的想象 读过西游记的 知道孙悟空的 连印度人 孙悟空根本这个猴王 就是印度的原型 都可以融进来 你怎么不打造这么一个东西 您先 您说这个 他这上海迪斯尼 倒打造了 对 上海迪斯尼 现在这狮子王里 出来孙悟空了 而且就说是 你 他这个有一个 你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电影 所以说您是研究艺术史的 我还就说发现这问题很有意思 你知道没有 为什么美国的东西是普世的 可口可乐 麦当劳 迪斯尼 好莱坞电影 它就是不分文化 不分种族 美国品牌有它特有的一种美国文化特色 你觉得是不是 美国的这个销售技巧 它是超人的 比如说美副石油 刚进中国的时候 上海挨家挨户 送你油灯 送你油 给你 你用完了之后 你发现比你豆油灯 不知好多少倍 你有灯了 你不由自主的 就得去买它的油 这个销售模式好啊 美副石油就一下子 就在上海打开了 再一个 梁石秋曾经说过 他在火车上 有一个人 给他面前放一个纸 是一张纸 放五粒花生米 烤花生米 他觉得很 觉得很奇怪 半形 半蒸着盐 拿了一粒尝尝好吃 吃完五粒 觉得很饿 于是就买了一包 这是营销模式 实际上 可口可乐也是 也是送 引诱的你来喝 你喝上了 他就开始卖了 很多都是用这种 这种美国的营销手段 你跟欧洲比 跟中国比 中国没有以前 根本就没有营销 这个概念 也是最近 但是您看 您就像您刚才说的 就说您作为是 这个研究艺术的 本来对迪士尼 是不大感冒的 可是我再请教您 一个当代艺术的问题 就是说 以前美国在艺术史上 就没有什么名字 但是他在当代艺术里 美国是有一个 就比如说像 安迪沃侯这种 他们叫什么呢 泡泡是不是 对波普 波普 波普 你看 这个波普 他就是从美国这儿 发阳光大吧 是 你的问题呢 对 我的问题 我就是想起 这个安迪沃侯说的 他曾经 我记得 他在他的传记里讲过 他说 我觉得美国是最民主的 我这里边讲到 美国的一种精神和土壤 他说你看 不管是总统 还是平民 他们喝的可口可乐 都是一个味道 都是一样的 他说这一点 我感到特别喜欢 就是说 麦当劳 都是一样的 贵族和平民 你看你比如说 法国贵族 他的艺术 他是有等级的 对吗 你看他就 他这个大众现代艺术 美国的这种概念 他就说 都是一样的 一个价钱 都很便宜 就流行的 大众的 一样的 而且是不差的 我要说 就比如说 我很爱喝可乐 曾经 现在不喝了 而且麦当劳 我也承认 是好吃的 他 他的问题 还是你知道 中国现在也讲 是大众的 但是你就把大众的 当成是烂的 当成是差的 可是我感到的 美国的这个大众的 他不差的 你明白 我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 其实好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美国 怎么能够变成 现代艺术 当代艺术的一个大国 本来他没有文化的 对 其实是和波洛克 那个格林伯格和 古根海默三家 联手打造的一个 美国形象 他的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 他就是要叫板法国 把艺术中心夺到美国 到了八十年代 美国和法国隔岸 隔着太平洋 斗斗斗斗斗了很久 法国人说 现代艺术的节点 应该是二战开始 美国说不是 达达以后 如果是二战开始 现代艺术结尾 美国在现代艺术运动里 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如果放到达达 那个时候 由于美副师 由古根海默 格林伯格 波洛克这些人 已经打造出一个 美国式的当现代艺术 放到1955年 65年 这个时段 美国就 我们就有了两个 现代艺术中心 巴黎和纽约 它已经夺过来了 花了一千 这个你说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就纯美术史了 第二个问题 你说到美国的平等 安迪我好说这句话 事实上我觉得 还是 以前我们说到 这个管理的问题 比如说 你在北京 你在门头沟 你在二环以内 就咱们这儿 去肯德基也吧 麦当劳也吧 你去买一个咖啡 和跟美国买的咖啡 差不太多 当我在北京 找不到咖啡的时候 半夜 自己带的喝完了 我就跑到肯德基 人家还会送 你基本上觉得 能够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能够 满足你的味觉的需要 这个是一种标准的保持 标准化 它能保持 为什么呢 这些公司 它都聘请专门的质量保证员 全世界的飞 它拿着标准的口味 我觉得这个跟 就是你说这个 安迪我好 我觉得它因为 它是一个商业社会的 一个半生物 我自己理解 因为很外行的理解 就是现代艺术 跟商业社会是捆绑在一块的 以前的 比如说古代的油画 可能会跟宫廷艺术 跟贵族艺术是捆在一块的 对 那你这个像樊高 他们可能又跟思想解放 又捆在一块 那安迪沃 他就发自内心的认为 商业社会 确实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土壤 因为它是一个商人治国的国家 我觉得 你想美国 其实就是做买卖的人 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而做买卖的 就要有统一的尺度 统一的规则 统一的钞票 你给我钱 我就能给你货物 这是一种平等 就是商业社会 是人类社会 比较平等的一个社会的原因 我觉得在这 你不管你给我多少钱 我就能给你多少东西 而不是你多大身份 我给你一个什么东西 可能现代艺术家 是比较认同 这样的一个平等的一个概念 就是好像就是 当然我这个不太懂得很浅 比如说有一种美学 叫包浩斯 包浩斯 就是这种工业设计 好像他们的这些艺术家的理想 就是不像过去贵族 最好的东西 乳窑 只有皇帝能够拥有 对吧 但他现在的工业设计 就是说我要让老百姓 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用到最好的 你比如说像一家的这种设计 不差的 但是又不贵 他提出的功能就是美 功能就是美 好用 所以你讲这个管理 很到位 就比如说我就看他们这个迪士尼 这个这个施工啊 你都想不到 就说哎 他的那个苗木 包的那个土球 他不能包草绳子 不能用那个塑料 网 污染环境的 包括他那个苗木 栽在这个迪士尼里边 他旁边有人盯着 就说他这个盯着 这个位置误差 一厘米 一厘ECM ECM的误差 你说他就是这样去复制 他的这个迪士尼之梦啊 这可能就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不认同他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是一种 这个有梦想的麦当劳 因为麦当劳的全世界的每个麦当劳味是一样的 对 那他的规则 全世界的迪士尼的设计都是一样的 而不是我这个工件 我啪 我创造出一个怪怪的那个东西 不是 你必须是按照我的图纸设计好的 我在美国玩和在中国玩 可能这些基本的城堡结构 应该是一样的 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一个工业之美 我觉得 还是一个法治社会 你到加拿大 还有一些其他城市 你去看马路边 这个人行道 不是有个马路崖子吗 马路崖子上面都打上年代 1942年 比如说温哥华 那马路崖子上1942年 1938年 那一年修的马路崖 他打上那一年的印记 今年重修 他打上2016年 这个他是没有办法 市政府那都是登记清清楚楚 这个马路崖是谁修的 哪些人经手 什么 一切都记录清清楚楚 如果没到时间坏了 怎么坏的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觉得哪怕是迪士尼这样的文化 其实也是需要养成的 就是说 哎 没那么简单 不是说咱们一搭个园子就能造起来 真的 你比如说他就说这个说那个加勒比海 那个船 那个海盗船 我过去都没想到 原来他迪士尼就要求啊 就是说 这是1730年的加勒比海的这个海盗船 这个船的表面呢 这个要做成这个船 你就让他的工程师就要做出来 船在水里泡了十年 在海里泡了十年 应该是什么样 甚至于我看 那得让我们河南人去造啊 亡谷嘛 亡谷对对对 甚至于就是说他们还说这个这个王健林可能没想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贵呢 迪士尼有一个部门叫做幻想工程部 1995年建的 是吧 对 养着100多个幻想工程师 这些人就是负责 就是包括各个文化各个宗教 比如就想象的一种东西 比如说我在某个海边见到一种石头的颜色 或者是风化了的美国大峡谷的一个岩石一个什么的 哎要做出这个效果来 哎真不是随便胡胡胡胡来的 对 是吧 你说这个东西 这种这种想象力是他其实他培养的就是想象力 他的卖点就是想象力 而且这个想象力从小孩从小他都会有他抓住了这一点 我觉得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儿童时期每一个人都有这些想象力 这些想象力通过文学作品通过电影通过种种艺术手段加以培养或者是扼杀 可是他呢迪士尼呢用他的手段有电影在背后支撑着做出了一个想象的 对你包括说电影你有没有讲过过去我们也聊过好莱坞电影为什么就能打遍全世界 就是说他肯定我觉得他们肯定琢磨出来一种普遍人性 就甭管你是什么地狱的 这个基本在这个底线上都能接受的 好莱坞啊 前两年我没上班的时候 就是我不是发誓要当编剧吗 嗯 就像我发誓减肥一样 就买了一锣就是美国好莱坞大师们的这个如何写剧本的 他实际上他就给他解构的非常的清楚规范 说第一幕是什么第二幕是什么 然后到哪该发展了到哪该堕入一个黑暗期 最后的总爆发应该是什么 然后一个电影给你拆开的一帧一帧的给你来分析 那他每一本书其实都在这样讲这个套路 就说但是呢只有好莱坞做的是最好的 但他已经把招式告诉你了 就这些 就这这一幕这一幕就是启程转合 再加上一些这个宗教元素和人性挣扎 在大胜利 尤其是迪斯尼的动画 他就分析了 在最后的总胜利之前让你一下跌入深渊一下 挣扎一下 再把你给捞出来 哎 他实际上已经清晰的告诉了你招式 就这样 尽管如此人还是学不会他的这个办法 这个很奇怪的一点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招式他已经交给我们了 他的内核我们还是学不会 但是不是 李安不是最近说了吗 他说我在美国拍电影像总统 在中国拍电影像皇帝 你明白他说这个意思吗 当总统就是各个部门都很专业 都是这些招式都是掌握在非常专业的人手里 但是他在中国拍电影像皇帝 就是底下没一个笔子像导演 全听话的 他就也有他的道理 是 他经常会说有一种宗教元素 我是不太理解他的宗教元素 实际上这个好莱坞 我做过 我教过一些电影课 这个好莱坞在美国也是不受欢迎的 在知识分子阶层 在大学里面是很不受欢迎的 因为第一是俗 第二是俗 第二是俗